好 现在我们进入这一讲的第六个内容 相对论的时空结构 考虑两个物理事件P1和P2 在SS撇中的时空坐标分别为 P1在S系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X1Y1Z1T1 在S撇系呢 相应的 X1撇 Y1撇 Z1撇 T1撇 P2这个事件呢 在S系呢 是由X2Y2Z2T2来表示 在S撇系呢 是X2撇 Y2撇 Z2撇 T2撇来表示 现在我们定义两个事件的时空间隔 S平方它等于C方 T2-T1括号的平方 减去X2-X1括号平方 减去呢 Y2-Y1括号平方 减去Z2-Z1括号平方 它等于C方ΔT方减去R的平方 两个事件的间隔 在所有惯系中是一个不变量 这我们可以通过罗伦次变换 可以求证出来 那么在所有惯系里是一个不变量 我们就把这种性质的物理量呢 我们称为罗伦次不变量 其实呢 XYZ ICT是可以构成一个四维时空的 该四维时空就是为 敏科夫斯级空间 两事件的间隔 就是敏科夫斯级空间中的距离 在罗伦次变换下保持不变 我们把它称为罗伦次不变量 根据两事件的时空间隔的大小 我们分为S方大于零 对应的是R方要小于C方得到T方 具有这种间隔的两个事件 其空间距离小于这两个事件的时间间隔 乘以光速C 两个事件是有因果关系 称这两事件的间隔是类时的 具有这种间隔的两个事件 它是具有因果关系的 我们把它称为类时间隔 S方小于零 相对应的是R方大于C方得到T方 具有这种间隔的两个事件呢 空间距离大于光 在时间间隔内传播的距离 两事件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我们称这两个事件的间隔是类空的 类空间隔 S方等于零 两个事件呢是由光信号联系的 因为R方呢要等于C方得到T方 两事件呢 它的联系是由光信号联系 如果我们取事件A 发生在敏科夫斯级空间坐标系圆点 第一个事件P呢 坐标为XYZICT 这两个事件的间隔 S方要等于C方T方减去R平方 根据S方的曲直 我们可以把敏科夫斯级空间 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 第一个区域就是 类光区域 是以坐标圆点为顶点 以时间轴线Omega为轴线的圆锥面 由于锥面上的点呢 它是满足R等于CT 锥面上过圆点的一条直线 与T轴的夹角都是45度 由于这个锥面 是由从圆点发出的光子的世界线组成 故称为光锥 光锥面上的点 表示的事件和发生在圆点的事件 如果有联系 也只能通过光信号联系 光锥面呢 又可把敏科夫斯级空间 分为两个部分 锥类和锥外 锥类区域呢 任何点与圆点的距离 都是类实的 其中上圆锥类的个点 均有T大于0 表示上圆锥类个点 代表的物理事件 相对圆点代表的事件 是绝对将来 同样呢 下圆锥类的事件 和圆点世界比较 是绝对过去 锥外区域呢 这个区域中 任何点 与圆点的间隔 都是类空的 在光锥类 总存在一个参考系 使得两个时空点 发生在同地点 两个不同的时刻 在光锥外呢 总存在一个参考系 使得两个时空点 发生在同时刻 两个不同点 那么两时空点的距离呢 就是两点的空间距离 我们看到 AB是类实间隔 这两个事件呢 是有因果关系的 AC呢 是类空间隔 这两个事件 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光锥类 存在绝对的过去 和绝对的将来 因果率成立 好 今天的课程介绍到这